被华人统治的美国城市,美国人被带着跳广场舞,是像还是华人,一般在欧美国家,华人最多的地方大多都是在唐人街,很少会多到一座城市,满是中国人的城市,但是世界之大,无奇不有,还真有这么一座城市,这个城市就是美国的阿罕布拉市。 阿罕布拉是洛杉矶区域的一座城市,一个美国城市,却让人感觉像走进一个大一点的唐人街,这个城市仿佛就像是被中国人占领了一样,当地有一半人口是华人,所以在很多生活习惯中,不免影响着当地的美国人。 最有意思的就是在阿罕布拉的广场公园上,很多大爷大妈保持运动,或者跳舞的优良习惯。 这一举动无疑对美国人来说非常新鲜,看到广场上如此的活蹦乱跳,的大爷大妈们,连美国人都自己都忍不住加入,这只是一部分,由于中国人的数量占了大部分的比重。 当地的许多习惯都已经被华人严重待天,例如华人的饮食习惯,已经侵入了到每个人的未来,所以中餐在当地很受欢迎,但却不是每个人都销售得起的,因为当地中餐地位就像西餐在中国的地位,只能偶尔吃一次,除了吃当然还少不了过节。 听说当地美国人除了过圣诞节,还和华人一起过春节,还特意把春节都列为重要节日之一。 这一切恐怕与阿罕布拉的市长有一点关系,只说阿罕布拉的市长是个华人,叫沈石康,祖籍广东潮州。 他市市阿罕布拉监视,以来首位华人市长,而且已经连任了阿罕布拉市市长12年,在一个华人气氛如此浓厚的城市,当地人住民都不可避免被这氛围感染,有些还因为文化差异过大,而选择搬离阿罕布拉。 而这座城市华人也越来越多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